创作就是一种修行 设心而悟道 希望透过艺术创作 放下一切烦恼 佛教和艺术创作 宛如是面对世界波道大河时 试图为生命打造一艘渡河粥 与人成粥共渡人间的波涛 自古以来在佛法传播的过程当中 佛化都是弘扬佛法的一种利器 走出一个比较有质感的一条路 也为自己开一双窗 那大家不妨在休闲的同时 走出来逛街的同时 也可以转角遇到佛 在这个佛法 非常不经意地能够流入人的心中 而且深深地烙印 在我们的八十田中 我们这次真的非常地辛苦 因为我们这次有台北台中 还有我们在地的艺术家 特别播出这个时间 来辛辛苦苦地 来准备这些作品 我们在各方面的开会讨论 还有各个角度 跟作品的种类 色彩的搭配 跟一些质感等等 我们都来做详细的研究 佛法不离生活 自己检查 自己的心 不必用外在呈现 创作及修行 释放下一身烦恼心的过程 从笔墨中体验到忘我跟临近 将抽象的心法 用图像 声音 文字表现出来 让见闻者 可以设心而悟道 史方新闻 贵文许建议 高雄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